韩梅声称 朝鲜无人机近日直飞首尔 如入无人之境 韩国军方接连派出F15K KF16战机 KA1轻型攻击机 大帕旗和眼镜蛇直升机等战机 连续射击100多次 却未能命中目标 反而自己有一架战机失事坠毁 那么当韩国网民看到韩国军方拉胯的表现后 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军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担心无人机在到达首尔上空之前无法被击落 无论他们是武装还是侦察 第12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一边说朝鲜所有武器都过时性能低劣 一边说韩国战机坠落在自己国家的领通 怎么解释 韩国的国家安全还好吗 第13位叫HD的韩国网友说 朝鲜的挑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我觉得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只有实战训练才是保障韩国安全的最短途径 第14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我向你保证 老实说 韩国永远无法打败朝鲜 虽然韩国军队在装备 武器和人力供应方面可能更胜一筹 但韩国军队并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更有推测的是 朝鲜无人机飞过首尔市区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 相关地区军方甚至没有察觉到情况 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 难道一个国家领海和领通 区域如此松懈 第15位叫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